好 各位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举风 这是我第一次用X光给你们拍视频 我感到很兴奋 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透明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X光的奥米堂 相信你肯定听说过这句话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 我们频道做过光辉摄影 高速摄影 显微摄影 它们的基本原理都是用可见光穿过透镜 在传感机上形成光电效应 再来经过一系列处理构成我们所看见的影像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则是用不可见光 去拍摄一些奇妙的影像 正好专注于人体工学陈瑶以22年的永逸 对我们这次的选题也非常感兴趣 他们也正好在探索人的腰脊椎的运动轨迹 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X光摄影 X光摄影是一种利用X射线 对物质的穿透力来拍摄物体内部构造的摄影技术 那么之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像 就是因为X射线 在穿透不同的物质的时候 它被吸收的程度是不同的 这里好像灯光遮射到不同的透明物体上 物体产生的影子 它的明暗也会有所不同 是一样的道理 那早在1895年 伦秦教授在一次对阴极射线的研究之中 就发现了这种具有极强穿透性的射线 并将其用位置数X来命名为X射线 而在X射线刚刚被发明的年代 这项技术一如既往的会有一些非常抽象的应用 比如这是当时的脊椎小姐选美比赛 通过X光摄影选出谁的脊椎是最美的 然后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X光结婚照 相爱的情侣 由着坦诚相待的影像 记录着刻骨铭心的爱情 当然随着X光的使用安全普及 这些抽象的应用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面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讲讲X光目前正确的打开方式 首先我们最熟悉的X光应用就是在机场火车站 进行乘客行李的安全检查 X光可以穿透行李的表层看到内部 这样乘客是否携带围禁物品就一目了然 其次X光在工业领域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碳伤 我们可以通过X光的穿透能力 来实现物体内部缺陷的无损检查 不管是齿轮还是别的结构 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而除了在安全检测和工业领域的应用 本期我们还为各位着重分享X光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于是我们去到了南京普外医疗和他们的产品经理 一起深入了解了一下 医用的X光设备是怎么运作的 在医学方面 X光机其实种类还是很多的 就是举例我们现在是有CT 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吐放的就是DR 然后还有卫肠机 以及我们这个C型币 然后还有口腔的这个CBCT等等 未来在尽可能小的辐射量下 获得最好的拍摄效果 我们这次主要会以这台DR设备为例子 来给你展示X光设备是怎么运作的 那DR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陌生 但其实这是患者骨折以后 用来给医生提供一个初步诊断 医据用的常用机器 X光的辐射也相对是比较小的 那接下来我会亲身体验一下 X光设备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那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还是得来讲一讲 这辐射量到底有多少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的辐射剂量也就是0.02毫兮浮 然后 什么概念呢 0.02毫兮浮 我们把它转化一下 就是比如说像社会当中 我们香蕉它也是有辐射的 我们吃香蕉 香蕉有辐射 对 所以说我们拍一张这个胸片 等于说是吃了200根香蕉 听得还挺可怕的 200根香蕉 但是就比如说人一年健康的范围 大概是多少好西服 一年接受量 我们从医师的一个 就是从业的那个标准 它是有一个上线的一个限额的 它的一个限额是20毫西服 怎么办 我以后拍评测 我就可以用X光拍那些相机什么 对对对 你们应该有开号的话 你们可以做第一个X光UP主 就你们所有的视频都 好酷哦 我是Tim 嗯 但是拍之前 它是给我整个人身上没有任何防护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要穿那些什么 不需要这个拍摄暴露的地方 你其实是可以给它防护的 比如说我们是拍这个胸部的 那我们完全是可以系一个纤维裙的 啊 那我们来试一下啊 掂量一下重不重 哇 这是我 是不是还挺沉的 这是我穿过最重的一些马甲 对对 这好重啊 如果说你拍的是头颅的一个 呃 CT的话 那一定是要保护好你其他暴露的部位 然后要穿上这个 天衣 所以我现在就是X光战士了 嗯 就假如将来有X光新人出现 就我可以抵御X光 了解完注意事项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展示X光设备具体是怎么运作 首先 我们要在迪亚机前面调整好平板接收器的位置 让主体尽可能贴近这块平板 避免影像放大 那接着 旋转旋钮调节线束机光圈的大小 来控制成像的范围 和拍照片其实也差不多 然后最后 在主机上选择好拍摄的用量 加多少X光 曝光多久 然后按下曝光键 一张X光的影像 就会直接呈现在屏幕之上 我正 这是歪吗 我怎么感觉我是歪的呀 对啊 这里是有一丢丢轻微的 轻微的 包括这个部分 完了呀 首先你要先确保 你在拍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站立呢 我站得挺 直的 还算直 那就是 完了 我废了 这是我裤子的拉链 我认出来 还好 没有再往下 谢谢大家 这一次我算是阴错阳差地查出了我脊柱侧弯的问题 那这也和我日常的坐姿密不可分 一个长期不端正的坐姿 会加速脊柱侧弯发展的趋势 不仅是我 还有我们公司后期小伙伴们 经常需要长期坐在座椅上办公 在不正确坐姿下 腰椎负荷等效会高达140公斤的重量 那这是一款舒适撑腰的人体工学椅就尤为重要 拥有13年的时间 基于人体腰部的运动轨迹来进行研究 通过改变座椅后仰支点结构 贴合腰部保持同一运动轨迹 带给久坐怕腰酸的小伙伴们舒适的使用体验 那通过对比靠在不同椅子上的X光片 我们也可以看到 用一撑腰椅能与腰椎有实时的贴合 那既然我靠我自己已经跑通了拍摄方案 于是我们打算再尝试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来拍 那本案我们以为只要把物体摆上台子 然后按一下 就可以顺利得到所需要的这个X光影像 但事实上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 比如说在拍摄花卉的时候 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到任何影像 因为X光太猛了 而在拍摄螃蟹的时候 画面有可能是一片漆黑 因为X光它本身有硬软之分 波长更短的X光 映射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它会完全穿过花卉 因此我们看不到任何影像 那波长更长的X光它属于软射线 穿透力又不足 它就没法穿透螃蟹的盔甲 因此也看不到它里面的画面 那在合理调节参数之后 研究了好一段时间 我们才获得了这些影像 我们平时印象里的X光通常都是一张静态的图片 但事实上随着逻辑来推理一下 数字影像技术在发展对吧 正如摄影机能够把一帧帧的图像连成视频一样 现在X光设备理论上只要它帧率够高 对不对 也能够拍摄动态的X光视频 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各种物体内部的运转 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创造的物件中 有非常多外壳之下的精妙运转内部 这些结构也支撑起了一个个复杂的系统 但是往往我们看不到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 那么接下来就我们给各位分享一下 动态迭爱啥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不然观察同币也交给大家 那就来不见 如果alu高 Seung130 在 refle 50 Prov cho资外话 去资外的 περι便宣 enslaved 海的 struggling 过去过全海其实 怀 attack 别航越来 开玩才 Bacon 开玩笑 到球 而 大家 有 咱就是说兄弟们 本来我们还想拍更多的X光 给你看各种物体的结构 但是X光的辐射是客观存在的 各位千万不要模仿 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士指导 再来进行拍摄 今天我们的X光 只能看到这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X光技术拍摄的全部影像 相信你对X光影像 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X光也没有这么可怕 X光技术不光在医疗领域 还在天文学 工业制造 科学研究等领域 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一项无意中的发明 给了我们透视未知的视角 也给人类打开了一项 新的探索世界的大门 从而极大的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最后非常感谢 友谊撑腰椅对我们这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帮助我们一起完成了 这次超乎寻常的影像探索 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 一个好的坐姿和一款撑腰的椅子 对腰椎健康的重要性 这次体验之后 公司很多小伙伴们都用上了 友谊撑腰椅Flow 550 它的腰靠能够随时悬停在 最佳的撑腰位置 最大程度保护大家的腰椎 给我们办公室许多需要久坐的同事 带来了非常舒适的办公体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点赞推订三转转发 如果你和我一样 不得不长时间的久坐 那就请务必时刻注意你的坐姿 挑选一款适合你的椅子 这会对你腰椎非常有帮助 它会感谢你的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